请看老球王斯蒂夫·戴维斯的这波离谱操作 当场就看待全场球迷以及裁判 不得不说戴维斯这波操作绝对一流 众目睽睽之下 仅逃出钞票想要贿赂裁判 让公正严明的裁判放水 裁判看了一眼也是满脸无奈 现在都流行微信转账了 谁还收现金呀 外界贿赂失败 戴维斯又跑到裁判身后 一声吆喝 似乎干扰突围 老球王这一系列操作成功活跃了气氛 全场球迷一片欢笑 这样的名场面 便是来自于2013年的元老锦标赛 与戴维斯对局的是他的老对手 与戒维斯的火热 戴维斯一杆精彩防守 成功给泰勒做上次默克 两人不愧是老对手 免贴神也成功猜到戴维斯的对干想法 泰勒开玩笑地说到 计时期还没开吧 对干我要好好想一想 你能说什么吗 你能说什么吗 思考一番 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 泰勒直接来了一句 球桌有六个带口 看我给大家表演个大力出奇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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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现在不但黑球贴裤 红球也有几颗在底裤 让我们来看看 这样一个复杂的球形 两位传奇人物能否重现当年风采 给球迷带来惊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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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泰勒没有解到红球 戴维斯终于获得一个轻松的上手机会 我们先来看看老球王这竿表现怎么样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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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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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就要考验老球王的准度了 好准 白维斯不但成功打进东远台 还把几次的黑球 和黑哥混头出的出来 这一干效果堪称完美 24 25 戴维斯有点不太高兴 这干白酒走少了一些 不但红球角度向上 并且还有些偏大 33 36 60 公主的一杆远台 同时叫到飞丑 此时老球王的名场面来了 为了阻止裁判在原点位复卫飞球 戴维斯不许投出钞票 试图贵赂裁判 可惜老球王超能力没有发挥作用 贵赂裁判 贵赂失败的戴维斯仍然不甘心 站到身后时不干扰 不得不说老球王刚刚这波操作成功斗了在场的每一位 4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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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最后一颗贴裤球也收下 基本胜利在握 老球王也开始显摆起来 单该六十加上流畅的进攻 已经是56岁的戴维斯 风采依然是不简当年 为了阻止戴维斯身高 泰勒布希在对面做起鬼脸 我不知道这个是从来的 看起来 看起来 我认为你带着戴维斯身高 81 83